今天,讓我們來聊聊Foucault Pendulum Foucault Pendulum有個奇特的中文翻譯 叫做傅科白 這是一個無論英文或中文都不常見的名稱 絕大多數的人應該從來沒有聽過傅科白這個名稱 它是人民嗎?是人民的話是華人還是洋人呢? 它跟前台大校長傅斯年有任何的關係嗎? 它是物品名稱嗎? 如果是物品名稱的話 它又跟台大為了紀念傅斯年的傅中有任何的關聯嗎? Foucault Pendulum或是傅科白這個高深莫測的名字 其實是由法國人Lian Foucault在1851年所設計出來的一個裝置 畫面中這位眼神憂鬱 看起來歷經風霜的老先生 就是Lian Foucault本人 題外話 Lian Foucault只是看起來老 實際非常的年輕 他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 其實還不滿49歲 那麼傅科白究竟是一個什麼樣厲害的裝置 能夠讓他以及他的發明人名流侵蝕呢? 現在就讓我們一起來檢視一下 傅科白是一個什麼樣的裝置 首先 全世界的傅科白 通常都會擁有一顆充滿質量 發著耀眼光芒的金屬球 作為其擺錘結構的主體 緊接著 在金屬擺錘的上端 會聯繫著一條堅韌的繩索 以確保擺錘在運動時的穩固 而這個繩索通常會是由金屬來製成 用以確保其結構的強度與耐久度 擺錘的正下方通常會有方位 或者是角度的記號 方便觀察傅科白運動時候的軌跡 接下來 金屬線的另外一端 將會被緊密地固定在 傅科白設置地點的高處 然後 呃 就沒有然後了 是的 你沒有聽錯 我也沒有在開玩笑 傅科白就是一個如此簡單 樸實的裝置 一個金屬球 一條細線 固定在高處 如此而已 所以傅科白在本質上 跟這個用來測量垂直線的小錘子 或者是小朋友們喜歡玩的溜溜球 亦或是為了騙馬而前進 而懸掛在繩索上的胡蘿蔔 其實沒有任何的不同 那麼 你可能會納悶 如此一個構造簡單 卻造價昂貴的溜溜球 呃 然後觀測出來 他的傅科白在來回擺蕩運動之中 所產生的位移 證明了地球的自轉 利昂福口認為 一旦他的溜溜球在開始擺動以後 在沒有任何外力介入的情況之下 是不會產生任何位移的 因此 只要在擺蕩的過程中出現了位移 那麼這種位移只能是由於地球自轉而產生的 位移的速度在地球的南北極 由於與地球自轉的軸心相同 因此位移的速度將會是24小時一整圈 在赤道上不產生位移 其餘的地方根據其所在的維度 而決定了位移的速度 在赤道以南的南半球 會以逆時針的方向位移 在赤道以北的北半球 會以順時針的方向為移 聽到這裡 你是不是覺得這個現象 跟我們之前討論過的科勢力 Coreolus Effect很相像 我已經透過上次拍的小短片 證明了讓無數中國大叔大媽 發出Amazing讚嘆聲的科勢力並不存在 今天就讓我們來檢視一下 這個副科百 真的證明了地球的自轉嗎? 首先,副科百最令人詬病的問題 就是他的不可預測性 全世界的人們很快就發現 要能夠重現 Lian Foucault的實驗結果 幾乎是個不可能的任務 在實驗中 擺錘位移的速度 不是太快就是太慢 擺錘位移的方向 也經常發生錯誤 難不成這地球還反著轉了? 甚至還會出現 擺錘先往一個方向移動 過了一段時間後 卻往另外一個方向移動的情形產生 人們很快便發現 雖然副科百的結構簡單 就一個擺錘以及一條線 但是其中卻有太多太多的因素 會影響實驗的結果 常見的因素包括 要能夠以最精確的 不帶外力干涉的方式 釋放擺錘 結構本身各項裝置的精確度 鋼線與擺錘 以及建築物的連結方式 不能帶有任何的扭力偏差 鋼線的編織方式及方向 甚至實驗環境中的溫度、濕度 以及微小氣流 在擺錘長時間的運動之下 任何一點點極小的外力 都會影響實驗的結果 舉個例子 這是一個充滿實驗精神的小朋友 大約在十年前所發布 有關副科百實驗的影片 影片的標題叫做 《副科百!見證世界的轉動》 從影片的標題也可以看得出來 他對科學的天真與浪漫 此外 他那深邃的黑眼圈 已經透露出來 他為了讓他的副科百 能夠產生他想要的位移 已經失眠了多少個夜晚 接下來的細節來了 充滿科學精神的小朋友 為了不要對擺錘造成額外的壓力 決定使用打火機 燒斷釋放擺錘的線 這也是許多其他的科學家們 做副科百實驗時 所會採用的方法 但是這真的有用嗎? 讓我們來仔細觀察一下 透過慢動作 我們可以發現 即便如此 在擺球釋放的瞬間 依然造成了擺球的晃動 然而這位小朋友並不知道 廣大觀賞影片的鄉民們 也並不在乎 於是 在副科百的面前 科學再度的勝利 全世界為了副科百轉動了 之前提到 副科百必須在沒有外力介入的情況之下 產生位移 才有些許的可能證明地球的自轉 因為你必須還要能夠證明 這樣子的位移 確實是由地球自轉而造成的 然而 在現實生活中 沒有任何外力介入 副科百的運動 是完全不可能的 由於 副科百必須透過長時間的觀察 因此 任何一點細小外力的介入 在長時間的運動之下 都會造成各種程度不一的位移 因此 副科百真正能夠證明的 其實是他沒有辦法證明任何的事情 自從1851年 利昂夫口展示了他的實驗以來 全世界各地 關於副科百實驗的各種荒謬 包括了三個頂尖的科學家 在南極的實驗站 費盡了千辛萬苦 終於讓他們製作的副科百 朝著他們想要的方向移動 成功地證明地球自轉之餘 還來不及慶祝 這三個傻蛋 才猛然發現 他們忘了自己來自於北半球 原來整個晚上的副科百實驗 只證明了地球原來會 逆轉 如此這般 關於副科百相關荒謬的故事實在太多了 恕我無法再次一一列舉 聰明如你 應該已經可以看出副科百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問題 欸?等等!不對啊! 如果真像你所說的 那麼全世界這麼多公開展示副科百的地方 要如何確保他們的副科百 能夠按照他們想要的方向正常的運作呢? 這真是一個好問題 全世界這麼多公開展示副科百的地方 需要向成千上萬的遊客 展示這個人類科學史上偉大的發明 還絕對不能夠出錯 那他們又是怎麼做到的呢? 來! 讓我來解答你的疑惑 首先我們來看看這個東西 這是一台小型的副科百裝置 它的大小適中 造型洗煉 售價合宜 非常適合在各級學校 公司力團體 作為洗腦 呃不是 教學的用途 看看它充滿了科技感 看久了 人好像都變得聰明起來了 誒? 等一下 怎麼會有power開關呢? 它竟然能夠自由地控制擺盪幅度 還是我們祖國天津製造的? 等等 這些應該只是個案吧 那些博物館 大型研究機關 應該不會這麼幹吧? 回答你這個問題之前 讓我們來看看 以下的這段影片 超過三十年的經驗 精準耐用 高科技版本 電子精密控制 是的 博物館們不但就這樣幹 而且更加多彩多姿 無怨無悔啊 接著讓我們再來看看 這家位於美國加州 1950年代就開始營業的 Academy Pendulance公司 這間公司 牌子老 品質好 從美國本土 五十個州 各個公司力大學 美術館 包括在DC的 Smithsonian Boston Museum 甚至一直賣到海外 從科威特 以色列 日本 甚至中國 澳門 位於武漢的華中科技大學 日本的天文台 東京的迪士尼樂園 都是它的客戶 生意能夠做了這麼大的公司 肯定有一個非常好的產品 現在讓我們來看一看 Academy Pendulance的產品 到底有什麼過人之處吧 Academy公司的最新產品 是從2006年開始販售的 Mark II 復刻白 我們現在在畫面上看到的是 Mark II 復刻白的安裝手冊 是不是跟你所認識的復刻白 有著非常大的差別 你現在看到的裝置 是Mark II 復刻白的靈魂 它包含了 邏輯控制元件 時間控制裝置 光感應開關 電磁鐵 以及Armature 電書 等等用來精密控制 復刻白的裝置元件 這些控制元件 會被設置在 懸掛復刻白的最高處 所以一般的遊客 是完全看不見的 另外安裝手冊中 還詳細介紹了 設定、檢查、安裝等等 必須要做的細節 用以確保 復刻白能夠正常的、正確的運作 看到這裡 你應該已經明了 Academy Pendulum 能在全世界生意做得這麼好 確實是有它的一套吧 有了這麼多 可以精確控制 復刻白的 百幅高低、百幅快慢、時間長短的技術 理論上來說 因為很重要 所以我再強調一次 理論上 只是理論上而已喔 這些展示復刻白的博物館、美術館、學校 完全可以根據自己所在的緯度位置 在釋放擺錘的時候 給它適當的偏移量 就能夠輕鬆實現 符合利昂夫口理論的擺錘偏移量 像成千上萬的遊客跟參訪者 展示地球真的在自轉喔 我們現今所生活的世界 有沒有比你想像中的還要瘋狂呢? 影片看到這裡 聽我說了這麼多 辛苦了 讓我們一起喘口氣 做個深呼吸 讓思緒沉澱一下 我剛才告訴你的這一切 有稍微讓你改變 對復刻白的想法嗎? 先別急著告訴我你的答案 在此之前 我想要先介紹一個人給你認識 他的名字也叫 Micha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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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all started when Michael was spending time by the river У人在做內 You have to focus on these very tiny vibrations To stay focused on those vibrations is like purely focused on now you tap into the animal mind or like a flow state In the beginning His stone balances were small and simple But after years of practice They became pretty impressive He makes them with different rock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ll around the world and some even made their way into high-end art installations and while some may find it's hard to believe it's true Michael only uses gravity here's how he does it first he finds a stable rock to use as a base then he looks for rocks with special shapes and surfaces then he uses the weight of his rocks to stabilize his balance as he builds up once I get a sequence of rocks selected I basically just start working with it and make really tiny micro adjustments until I feel that very thin thread of balance go through the rocks I call that the zero point it's when the rocks stop and I intuitively know that they're balanced but here's something even more interesting Michael removes every stone balance that he's ever built I prefer to remove my work to leave the space looking the same way I found it this way he minimizes his footprint but the it begs the question why build them in the first place that's a way to get out in nature and become part of nature through the creative process Michael's not stacking rocks he's making art art that blends creativity with nature in a way that the whole world needs to see Michael's作品是不是非常讓人驚嘆 他是如此的短暫 卻也是如此的永恆 在你刚刚用眼睛欣赏Michael美丽的作品时你的心有听到他们在跟你说话吗 我有听到Michael的作品们一直在大声地说如果我们真的活在不停旋转的地球上 我们将重复存在 你相信你在观看这个影片的同时正在以比子弹飞行速度还快的时速跟着地球不停地自转吗 你真的相信所谓的科学告诉你 如果你在赤道上你正以超过时速1600公里的速度不断地跟着地球旋转吗 如果你认为以上的这些还不够疯狂 你知道所谓的科学还告诉你 除了正在以超过子弹的速度不停地陪着地球自转之外 同时间地球还以超过每小时十万七千公里的速度绕着太阳运行 而我们的太阳正带着太阳系其他的行星以每小时超过七十二万公里的速度穿梭在持续扩张的宇宙 而你真的相信这所有的疯狂 我们的太阳正带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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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正带 最后让我们再回到复刻版 你是否应该问自己这个问题 如果地球的自转真的移动了在运动中惯性质量巨大的复刻版 为何他选择了不去惊扰所有被遗忘在角落 安静地悬挂在空中 永远不动地摆球 他为何又选择了不去触动 那些Michael轻呼一口气就能轻易带走的永恒 因此我想关于复刻版的真正问题 从来就不是他能否测知地球的自转 而是为什么在如此疯狂的天体运动之下 我们怎么还能够有任何一个禁止的东西 当然也包括了复刻版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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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